在很多人看来 红旗不单单是一个汽车品牌 更是一个标志 一个符号 那今天我们来开箱的车型 对于红旗整个产品车系来说 同样具备举足轻重的市场地位 它就是红旗的旗舰轿车 H9 虽然这台车已经上市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了 但如今市场热度依然居高不下 所以今天我们不妨再来简单回顾一下 这台红旗是如何展现它极致的豪华体验 红旗H9的内饰设计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其实对于这列豪华车来说 相比打平和科技配置 消费者反而更加在意车内的用料 所展现的这种品质感 那对此呢 红旗也是做了几方面的尝试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看见的地方 红旗H9通过了大面积的铝制式板 皮质包裹以及钢琴烤漆的点缀 来体现豪华感 基本上档次的材料它都用了一遍 那材料用的好 所呈现的视觉感官也就非常不错了 而在很多自主品牌 比较容易忽视的细节体验上 红旗H9也是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就比如这台车 所有的旋钮和按键 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阻拟感和清脆的反馈声 而且按键与按键的缝隙也是控制的比较精准 完完全全没有那种松松框框比较廉价的手感 还有呢就是中央扶手下方这块区域 这也是一个比较讨喜的小设计 手部可以很自然的放在这个位置 操起来比较方便 那像这些细节的体啊 即便是在更高级别的车型上也是不多见的 其次呢在看不见的地方啊 红旗H9在车身制造的过程中 也使用了很多环保的材料 就比如说这台车内的地板啊 使用了水性阻尼材料 LESD 那这种材料喷在车上 可以减轻车身的震动 降低行驶的噪音 大幅减少车内的意味 给乘坐者一个相对健康环保的出行空间 所以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 红旗H9对于细节严苛的把控 还是非常用心的 这也是红旗 区别于很多自主品牌最关键的一点 作为一台豪华的中大型轿车啊 那后排的乘坐舒适性 自然也是评价它好有坏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这台车呢是一个行政版的车型 轴距达到了3060 这个空间表现还是非常宽敞的 我身高175 我前排是我的驾车坐姿 无论是头部空间还是腿部空间 都是一个妥妥的C级车的表现 此外呢在舒适性配置上啊 像坐垫啊靠背啊 腿拖都是采用一个电动条件 并且配备了加热通风 坐眼按摩 也算是给后排的乘客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善 且舒适的乘坐体验 这就是旗舰该有的表现 如果满分十分 那您对它的后排表现又会打几分呢 好 无疑问 红旗A-9的外观造型设计 可以说是红旗近几年设计最成功的产品之一 它所展现这种强大的气场 在这个价位绝对没有之一 再加上内饰细节的把控所焕发出来的品质感 很显然是很多自主品牌 甚至合资品牌给不了的 而这也是如今各个年龄段消费者 都争相追捧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最后您对这台红旗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用评论区留言